接下來要告訴你這個 不是告訴你有沒有買台積電的股票 是告訴你 這個動作到底對台灣有多少影響 因為這幾天我知道很多人就盯著台積電的股市看 又漲了 沒錯 已經快要逼近500了 OK 但是這個動作 要把它擺在美中台關係的架構下面來看 股神巴菲特今年已經有沒有90歲了 他前天呢 他買台積電的股票 跟買菜一樣 也是菜籃族 只是他的資本比較大 他隨便一買台積電的ADR 一下就買超過41億美金 換算台幣現在大概成31 32 大概1200多億 的台幣 他是透過他旗下的公司 Berkshire 在美股 Berkshire有兩家 因為他們算是投資控股公司有A跟B OK 就透過這家公司買了 台積電的ADR 他現在已經是台積電的第六大 股東了 財經對他現金和這一篇 非常 有政治力 他的意思是說我唸第一句就好 關鍵時刻 台灣總會出現 神奇的力量叫做 巴菲特 壓台積電 當然原因其實是一方面他很少投資 亞洲市場也很少壓 科技股 他幾乎不買科技股的 他說這一次台積電深陷地緣政治的漩渦當中 你看國民黨之前包括什麼高雄 桃園 不是都把台積電扯上來嗎 就說這個叫民進黨的政治操作 要去那兩個地方設場 我們知道國民黨對這件事情 會不會也覺得 是民進黨叫巴菲特去買 台積電的股票 所以請教中信大哥 這件事情其實跟 曹信誠曹董有邏輯性 因為他說台灣這一年來不斷有人 刻意輸送所謂的戰爭論 對照巴菲特這個動作你怎麼評估 你怎麼解釋 我一直懷疑 曹信誠先生是在反映 美國政府的意見 這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 想話 巴菲特有一句經典名言 大家最熟悉了 海水退潮的時候就知道 誰也沒有穿褲子游泳 台灣要漲潮了 所以要投資1200億 這反映 美國政府 企業 股市 的投資意向 晶片法案 中國就垮了 對不對 好 台灣要漲潮了 我來分析 我得到消息 台積電 在桃園的龍潭設廠 是來自 台積電主動的提出 希望政府配合 那台積電為什麼提出呢 他當然知道 以他的國際化 就是巴菲特會投資 美國政府的意向 這一點 很少人去解讀 其實 鄭文山市長或鄭義盆先生 只是跟進這整個流程而已 好 既然如此 我就要挑戰你張三振 三振兄 你為什麼在美版政縣會 只有北京話 跟他講北京話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講一句 胡老話 客家話 原住民話 你的認同是什麼 我挑戰你 我都會講 這是他身份認同 但蔣萬安有事的講 講得很爛也可以嗎 我剛剛不是說 深南已經迷思要走進歷史山洞了 對不對 不值得談 好 拜習會 兩個重要 重要因素 紅線 中共不能換台 美國要求維持台外穩定 就在保護 佔全球半導體產業鏈35%的台灣 所以 族客 跟台灣變成科技走廊 要這樣看 好 在這裡面 很重要一點就是 其實 在所有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我講話負責任 跟美國政府關係最好是誰 你知道嗎 鄭文山市長 他到美國白宮 都進國安會 這是誰介紹的 我不講 我保護消息來源 所以 如果雙正 這是鄭英鵬贏了 雙正雙贏 內閣改組 鄭文山進場 這也是美國內建的啊 為什麼要選農潭呢 再安助他嘛 但是還有一些變數 我要這樣講 我不是預測者 但是要注意喔 投票率多少 如果只是65% 並不高喔 還有中間選民 還有年輕選民 以桃園市為例 桃園市已經增加 22萬人口 稅增加一兆 這才是關鍵力量耶 會照樣板塊移動 好 我的結論是 我就以 其實這次選舉 我倒認為 桃園市的選舉 才是重 重之重 這是台灣主題意識 跟一個親中政黨 中國因素的對決 我同意 許信良先生所說的 他講得很好 他說鄭文才模式 就是讓藍綠化解 溫和理性 鄭文才模式 就是台灣模式 可能是競逐大會 最好的方式 所以 我意思是說 不要低估 巴菲特的投資 以及台積電在龍潭設廠 這裡面 不只是國內選舉 其實是國際 整個戰略格局的變化 所以有個網友 講得很好 難道巴菲特是綠營側翼嗎 我想大家應該都看得很清楚啦 好不好 但是 台積電 我覺得這一句值得念一下 他說 1949年到現在 台灣經歷了很多 艱難跟險阻 但是在關鍵時刻 台灣都 化險為夷 這次台積電在去台化 最脆弱的時候 巴菲特有如天降甘霖 跟即時甘霖 這是在台灣困難的時刻 給台灣最好的禮物 是不是